最近一个比较热门的数字 不只是26亿 而是1亿 一个部门的秘书 可以亏空1亿 清体部部长凯里说 这是体制问题 不过其实这背后 有多大的体制的漏洞 而且这个问题存在了多久 那么接下来会不会还有更多的意义 更多吃饱饱的秘书吗 晚上好 欢迎收看今天晚上的百个大家讲 我们今晚的主题是 还有多少吃饱饱的小关 那么在我们节目还没有正式开始之前 也可以提醒一下 我们这个电脑前的观众朋友们 你们待会如果有任何的问题 想要发问的话 或者是有什么意见 想要回馈的话 可以在旁边的聊天室里面 这个打字出来 我们将会在筛选过后 让两位嘉宾来作答 好 那么今天晚上 我们就邀请了两位 这个政府朝野的代表上来谈这个课题 因为这个怎么说 都是人民的钱 政府的钱也是来自人民的纳税钱 那么在我身边的这位是 我们的这个前任清体部长 那么他现在呢 是马来西亚民族中信基金会的会长 兼总执行长 丹岁翁世杰 你好 欢迎你丹岁翁 是 那么丹岁翁旁边呢 那这位呢是我们行动党的古来国会议员张念群 你好 是 外比你好 你好 大家好 是的 那么我们这两位都是都算是常客了 是 那么 但是因为我们知道说您是这个前清体部长嘛 副部长 对不起 前清体部副部长 对 那么就由你来谈一谈你曾经服务过的部门 这个清体部 是 是 是 他 这个小秘书应该会从你的年代的时候就开始吃钱了吗 首先我看我必须要纠正的就是 虽然我们到现在为止还不知道这个涉案人呢 到底是哪一个 哪一个主别的这个秘书 因为毕竟呢 在一个部门里面像这个清体部 虽然不是一个大的部门 比起这个其他部门像交通部啊 或者是财政部 肯定呢 它是相对的比较小 那可是呢 呃 说这个涉案的这个SUB呢 这个SUB 其实是马来文简写 Steals & Herbargan 就等于说是这个部门里面呢 其中一个主的秘书 是 但很多人以为说这个小官 呃 我不认为是 哦 不是小官 我说这个呢 绝对不是小官 哎呀 这个有九阵的必要 哎呀 我们还把它看小了 这个SUB呢 其实呢 它在这个主里面 其实它就是一把手 换句话说呢 按照这个现有的机制 那么部门 当然正副部长 这个是正务官啊 那么下来呢 就是最大的 最高级的公务员 那就是 常务秘书长 我们叫KSU 是 常务秘书长 他是公务员 对 还有副常务秘书长 嗯 那么下来 对 那个是TKSU 再下来呢 就是不同的组别 它每一个都有功能组别嘛 这功能组别呢 这个Bagian 或者是Jabatan 有些是叫做局 那么局的这个一把手 局的这个主任呢 其实就是叫做 Ketua Pengara 是 主任委员 那么 还有一些就是叫做Bagian 叫做主 这个主呢 它没有所谓说 所谓像我们中文所谓的 那个主长 它直接呢 就是 Stilus和Bagian 换句话说 它就是那个主的这个主人 就是第一把手 所以我们不能够说 就是因为它有 Stilus和这个字 我们就把它 当作是一个小官 一个小的秘书 那么这个 我说它不是小官 因为它所 执掌的这个权力 甚至是好些时候呢 可能比你政务官 你副部长 你得要来求他 对啊 全清各个部门 这个呢 所以说它虽然是中级 或中级以上的这个官员 但是呢 因为它如果掌控的 是这个部门的资源的话 那肯定 很多人都要来巴结它 是啊 可能我可以问一下 因为我们知道公务有分级别 就是到最高就是54 然后这就是主杀ABC 其实到底我们所谓的这个 Stilus和Bagian 它大概都是做了哪一个级别的 这个也是我想问的问题 其实有一些比方说这个 这个N20多的也有 那这个不亦耳术的看部门 N20多其实没有很高级 不会 我就说就是有一些 可能是属于 像您所说的小官 那小官如果呢 赋予太大的权力的话 那肯定它的身家又不一样 但是它一般上也要看呢 所谓部门 所以同样的 不同的部门呢 当然了 这个SUB呢 那个级别可能就 可能有相差 会有相当明显的一个距离 所以我就想带一句俗话 人家所说的 冤枉意见 小鬼难产 对 对 我都是想起来 如果有跟政府部门打过交道的 都会知道说 我们如果要见部长 见副部长 其实是很容易 反而如果你跟他手下的那些官员 就是所谓的那个部门的秘书 或者主的秘书 打交道的时候 那就 就真的是好多好多的烦门怒结了 对 是是不是 的确是这样 那么 其实我们讲回这个清体部 这样子的一个个案 我想这个在野党 在野党的这个国会议员 我相信也是观察了 应该觉得会有不少部门都会有这样子的情况出现 那么其实最大的问题跟结 你觉得是出在谁的身上呢 我其实觉得在这个贪官敢敢吃这个课题爆出来之后 当然就有开始就有一些呼声讲说是要台里辞职啊 之类的 夫取权责之类的 其实我坦白说一句 我其实内心对他是有同情的 同情不是在于说我觉得他作为一个部门的部长 他完全不需要负起责任 但是我其实也非常赞成就是刚才两位都有提到的一点 就是在讲说 很多时候部长跟官员必须坦白的说 有时候部长不一定比官员更了解整个部门的行政跟运作 这的确是 因为很简单 今天部长是会换的 对啊 在我做国会议的这八年期间 可以有同一个国会议员去出任过 两三个不同部门的 这个German Tran的这个部长了 可是这些公务员在这些部门里面 他一服务下去 他可能就已经是二三十年在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肯定会比一个部长来的更了解这整个部门的一些运作 所以像刚刚Dansri讲到的 他甚至看过有部长需要去找这个 所以这个其实我觉得是一个 今天在现今的我们的公务员体系底下 是一个很赤裸裸的一个问题 的确是 我们的这个前的这个副议长 One United Dansri One United 他现在去做了这个天然环境部 他其实就经常会跟我们说 他才做六个月 所以他还不熟 很多东西还没有办法 马上就处理 还不熟 可是其实这就是一个侧面的反应出了 你去做一个部长 可是不表示你今天就真的是100%能够掌握完整个部门的一个运作 所以我们其实觉得说 我们其实今天要求设立影子内阁 其实他的一个好处是在于说 影子内阁他当然不只是只设计反对党 他其实很多时候也可以是在培训一些所谓政府的一些人员 因为你今天如果完全没有一个影子内阁 除了你做部长以外 你是完全没有办法得到这个部门的官员给你做任何的briefing 或者是一些汇报 可是像Australia 他们有proper的一个影子内阁 所以今天这个影子内阁的成员 他就可以要求 我今天要听这个部门你给我汇报 我要知道哪一个特别的事项 那么有关的官员就需要 也有这个责任来给他一个briefing 然后这个briefing可以是每个星期一次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就可以看得到 我们如何在帮助一个政治人物或者说是一个国会议员 当你真正正正正正在成为一个部长以前 我们如何用一个比较有系统的方式来帮助你 让你能够真的是能够很顺利的去做好这个工作 否则我相信 我不懂毕竟我没做过部长 否则我相信 对单纯来讲 从国会议员变成是一个副部长 那个过程 那个学习的过程 我觉得会是真的是从0 然后你有一大堆东西要开始去学 然后随时又改了一个像内阁改组一下 然后你又去了别的部长 我看很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